下一個要教的是礦物的一些鑑定跟鑑別 這裡有個神奇的次序 這完全不用背 完全不用管 因為你分類的方法不一樣標準 不一樣程序 不一樣 答案就會不一樣 答案就會不一樣 來 花崗鹽成分 常識、食音跟雲母 黑雲母 方法一 先按到顏色分 常識、食音、顏色且分一堆 雲母、黑雲母、腳染石、顏色深分一堆 分完之後 看有沒有解禮 常識、兩個解禮 食音沒有解禮 雲母一個解禮 那個叫做 腳染石、兩個解禮 分開 你先按照顏色分兩堆再去分 你先按照解禮分 先分三堆 食音沒有解禮一堆 唐石、膠染石兩個解禮一堆 雲母一個解禮一堆 三堆顏色分 一個就沒用來分了嘛 然後呢 膠染石跟 對不起 唐石跟膠染石就是看顏色 一個平衡色、一個顏色就分開了 所以你分的程序不一樣 標準不一樣答案就會不一樣 所以沒有什麼好說的 沒有什麼好說的 好 那有一個就叫做物理方法 靠什麼顏色啦 金型啊、解禮啊 就分掉物理方法 它一種是靠了所謂的化學方法 化學方法 化學方法 我們唯一學過的化學方法 所以它們低CN3都會冒泡泡 請問你 哪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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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將將將將 帥哥 27 27號 24號誰 很好 來拉遠一點 看到你的大帥哥 來 拿三個 喂 大欸 哪三個會冒泡 方解石 方解石有一個 還有那是礦物 暗示還有兩個是岩石 史惠岩很好 還有一個也是岩石 跟史惠岩有關係 大理岩很好 非常好 我更好的是 你跟我講大理岩 你沒有跟我講大理石 OK 史惠岩、大理岩、方解石 加線酸都冒泡泡 考試題目 下列哪一個東西 一 西岩酸之後 反應跟別人不同 打裡面放三個會冒泡泡的 一個不冒泡泡的 放三個不冒泡的 一個會冒泡的 就跟別人不同 好 不同不同 所以 背下來 來 史惠岩、大理岩、方解石 他們加線酸都會冒泡泡 這是我們唯一學過的化學方法 鑑定礦物 所以你要背 前面的物理方法你就不管它了 反正呢 我講過的方法不一樣 過程不一樣 答案就會 不一樣 但是這件事情 請你把它背好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好